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任君老師 歡迎收看今天12月14號的 股市任我贏的盤後解析 台股今天加強股價指數 中錯了160點 我相信很多的投資朋友 都覺得怎麼會突然之間 出現一個下跌的走勢 那當然我在昨天之前 我就跟大家提醒過 未來台北股票市場 就大盤的角度而言 它會是比較震盪的 那理由也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的月均線的扣底值 正在扣底最高值對不對 那我說扣底值 我要怎麼去解釋它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說 一個月以前 買股票的人 他現在來到什麼樣的位階 那居然來到一個比較高 也就是說以前他是用追價的方式 去追股票的 那當然他們現在有一個解套的機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所以呢賣壓是一定有的 那居然有人知道賣壓 買盤自然就會縮減下來 但是呢這種 你可以發現到說最近的成交量的部分 量人它是縮的 它是縮的 所以呢你說今天跌下來 有賣壓買盤不足 可是也不代表說行情整個要走空 這個要特別的 去做一個留意的動作 那現在呢最主要是 指數的部分 它已經跌破月均線的支撐 那我居然跌破月均線 那未來整理的時間會長一點 那我覺得整理也不是壞事啦 因為扣底值再過三天 就要扣底低值對不對 那我開始往下扣低的時候呢 接下來整體的趨勢上面 就會趨向於比較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只要掌握好 個股之間輪動的一個節奏 其實基本上台北股票市場 未來還是會往歷史新高 來去做一個賣進 那我一直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不論是大盤或者是個股 你要往前高去做突破之前 其實它也不是走直線的 它本來就是一個曲線的脈動 來去做一個進行嘛 沒有任何一檔股票 從10塊漲到100塊 它是直接往上攻上去的嘛 對不對 它一定是中間漲上去之後 再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再漲上去 所以呢 你在現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你要好好的去找股票 來去做一個佈局的一個動作 有些個股啊 被挫殺了 或者是強勢股 你之前不敢買的 拉回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要好好的來去做一個切入 來去做一個佈局哦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讓情緒影響到你的操作 只要這些籌碼洗完了 洗乾淨了之後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 還有下一個 網上創新高的一個力道 可以做期待哦 那理由在哪邊 待會再跟大家慢慢談哦 那在結構上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今天台北股票市場的下跌 最主要是因為 航運跟鋼鐵啊 撐不住了嘛 漲多開始做一個回測 尤其是航運股的部分哦 他今天呢 就跌了將近快5%的幅度哦 相較來講的話 電子股今天的表現就比較好一些 今天的電子類股 大概只跌了0.8%左右啦 大概只跌了不到1%左右的幅度 所以整個市場上的賣壓 其實來自於所謂的 運輸跟所謂的鋼鐵哦 那這兩個族群 你就要特別小心哦 這兩個族群 我一直跟大家聊過哦 上檔他的壓力他是比較重的 包括就是說以前那些大戶啊 他們其實都套在相對高檔的位置啊 那居然呢 他們套在那個地方 那買盤啊 想買的人都已經買了 我認為 未來會有再去攻高的那個機會 他就會比較小一些啦 所以反彈上來 你一定要適度的來去做一個 減碼的動作哦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就算你想買 你要買在一個合理的位置點上面哦 那進場之前預設好停順的一個機制哦 那我認為最好的機會點 還是在所謂電子股方面 因為你可以發現說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 雖然跌了160點 可是呢 我們的權王 台積電的部分 他既然怎樣 收在平凡附近 他並沒有出現一個重挫的格局 可見得整個半導體產業 因為他是非常怎樣 他是比較受到市場上所青睞的 所以資金他會在做移轉移動 就是移往所謂的半導體的族群方向 來去做前進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聊過嘛 我說為什麼 我們要從台積電來去做一個出發對不對 我們以台積電為核心當作出發點 包括材料包括設備 包括IC設計類股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要去做一個 布局的一個主流 那半導體的強來自於說 車用電子太過於熱了 未來十年之內 包括電動車包括自駕車 其實的那個成長性都非常的可觀 尤其是拜登總統他宣布了一件事情 我未來整個美國的基建 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有包含了一項對不對 那一項就是所謂充電樁的建置 而且他要在全美國建造 50萬座的充電樁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機會 因為你去想一下 現在消費者不買 所謂的電動車 他其實不是不愛開電動車 而是說我充電的時間 還有我充電的這個地方比較少 所以即使我買的特斯拉 我必須要在我家裡安裝一個充電 裝嘛 然後呢 或者是說我必須要開到很遠的地方 才有那麼一個充電樁 可以運用對不對 那拜登解決這個問題 他讓全美國 都有50萬座的充電樁可以運用 所以未來會加深人們想要去購買 所謂電動車的一個慾望 那當我的電動車開始在做起步的時候 這裡面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電子零組件 不論是充電樁 你說一根充電樁就好了 裡面的所有的零組件 他所使用的量 就已經比一支智慧型手機還多了對不對 那更不用講說 未來全世界他開始銷售電動車 開始整個大幅度成長的時候 那一台汽車裡面 他所使用的車用零組件 我告訴你他是超過60倍以上 超過60倍以上 所以真正的機會 就在這個車用電子的部分 那既然車用電子那麼夯 他就一定會影響到 帶動到所謂的半導體的族群 開始做一個起步 那你看到現在台積電在做缺貨 你看到所謂的Intel來台灣去找產能 這所有的原因都是因為 現在半導體的產能完全不足 他就是不夠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要知道說 現在的整體的產業趨勢 是往哪個方向再去做移動的 那個股之間你要操作的話 你當然不是說 我一檔股票一直追一直追 今天你要看到 我們再回到上一張圖看 今天的下跌加速裡面 上市有五家跌停板 上櫃有六家跌停板 這十一家跌停板的股票裡面 很多昨天漲停的 昨天大漲的股票 那如果說你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賺一個便當錢 我就只是想要賺一個便當錢 那我就是為了賺那個便當錢 所以我去追股票 那問題也就大囉 這問題就大囉 像我一直在跟大家聊的這個圖對不對 這個圖我一直跟大家談說 一檔股票從底部開始做起漲 就算它未來有十倍的空間 它會漲十倍 假設一檔股票從十塊漲到一百塊 漲十倍 這個漲十倍的時候 它有可能先漲三倍 再跌回來對不對 跌回來之後再漲三倍 再跌回來 跌回來再漲三倍就創新高 股票市場是不是這樣走的 它並不是直線的往上溝 它是一直用曲線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擺檔 所以我才會一直強調就是說 你今天在買股票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追股票的 比如像說昨天漲停盤的股票 你去追了 OK你剛好追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即使未來它會創新高 結果它可能在中間休息整理的時候 它可能在中間洗盤過程 你就被洗掉了 你就被洗掉了 不是股票不好 而是買點它不對 買點如果你把它掌握好了 真的拉回的時候 你下去做布局 真的拉回的時候 你下去做布局 我講實在的 今天你就算做錯一檔股票 你的損失也不會太大 因為你就已經買在低檔了 真的跌破前滴 你去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破前滴 好我看錯 老師也會做錯 做錯的時候換股 問題是你換股的時候 你追漲停的 你現在跑不掉了 跟你那時候買低的 OK讓你做停損 你覺得誰的損失比較大 我認為操作股票就是這樣 你要先把你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假設說你今天去開車好了 我們走在路上 我連安全性都沒有了 我還想要去做什麼 我還想要去飆車嗎 很多很多車子開得很快 結果出車 或者就是那一些車子對不對 所以我說 你要先把安全帶系好 你要先把你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當你有了安全之後 你再去考慮後面 那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的安全性都顧不了的時候 那我告訴你後面 根本連想都不用想 因為你本來就在一個懸崖邊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說不要追股票嘛 你不用追股票 你一樣可以賺得到錢啊 那你又何必去追 為了那個一個小小的便當 你為了那個便當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你要冒的風險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大家強調說 我買這些股票 我也是逢低來去做佈局 像之前我們在做車用德韋 他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下去買嘛 尤其是指數重挫的時候 大家越不敢買 越是我很開心的時候啊 因為這個時間點上面可以徹底 當那個底部越側越猛 越跌都跌不破的時候 那自然就是下一個機會 下一個主流了嘛 包括我們在做太空的時候 身貌啊40幾塊錢叫你買的時候 他是高點嗎 也沒有人覺得他會漲啊 可是你到後面你看 漲到90塊錢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追啊 每一個人都在追 可是等到大家都去追 他就漲不動了 他就漲不動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操作的一個原則 先把你的安全性顧好 那我們再來考慮後面要賺多少錢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對不對 所以發現洪老師跟其他老師 很不同 我每次在講很多股票的時候 其實都會被人家笑 可是呢 我要堅持我的原則啊 我希望你們賺錢 而不是去追股票啊 今天我的股票再怎麼搶 那是因為我在低檔有去做布局的動作 包括我在以台積電為核心 做材料股的時候 我也是一樣啊 我說化學原料 是我最看好的一塊啊 可是化學原料裡面 你也要了解啊 很多的個股其實講實在的 他只是打著台積電的名號 在那邊招搖撞騙 可是真的有做到台積電訂單的 那個是少數耶 那個是少數啊 所以能夠做到台積電訂單 那才是真正的大卡 所以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聊 的時候啊 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以台積電為核心當作出發點對不對 包括在做三幅化的時候 如果說我把這張圖拿出來 你一定會覺得很想笑 為什麼很想笑 因為他沒有漲啊 他沒有漲你會覺得 這種股票走起來這麼無聊的 我說說沒有關係啊 你覺得無聊 你想要有聊的話 你去追漲停看看 你給我看看 可是你真的想要賺錢的 你就是要買這樣子的標的 他在沒有漲的時候 你要預判到大會漲 這叫做走在趨勢的前面 我們要站在趨勢的頭上 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後面 然後再去追追追 每天這樣追 說實在的好累耶 今天你追不完的股票啊 昨天六十幾家漲停盤 你每一檔都去追 你看看今天結果會是怎麼樣 差異別是很大的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買這種股票好啊 你向下空心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無窮大嘛 進場之前就安排好退場機制啊 那你的機制都安排好了 心有所本 你我會無所拒 所以六十七點四元 我就是買在那邊啊 這是我第一次買的地方啊 那我說這種股票也是一樣 他一定會有拉回的時候 讓你去做佈局 可是呢 你要知道說什麼時機點 才是好的切入買點 這是第一趟買的時候 就是在低檔的 所以第一天亮燈漲停 第二天亮燈漲停 第三天有沒有 開高走低下來 第三個亮燈漲停的時候 開高走低下來耶 你知道嗎 追漲停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的老師剛好那一天 去追漲停板 那不好意思光這樣洗下來 一天17% 一天你就17%沒了 你多做 你真的覺得漲停板 OK你買了 隔天還有開高之後你就要賣對不對 結果漲停沒鎖住就直接洗下來 那我覺得洗盤是好事啊 你洗得越大力 那個籌碼越乾淨啊 可是呢你高檔追你受不了啊 你等到隔天再開低的時候 你就動不了啊 因為你這樣下來你就差兩成了 20%去了 但是我因為低階的關係 我沒差 我已經有賺錢了 我有賺錢的情況下 我自然可以抱得住 這就是心態上最後會產生的差別 所以呢到第三根亮燈漲停的時候 我們就抱得很牢啊 反正我有三根漲停板啊 我會怕你嗎 不會啊 賺錢啊 這就是賺錢的模式 所以等到你到後面的時候 包括就是說 你已經看到三根漲停板 我說我未來還要再買 可是我在買的時候 我也不會等到他大漲的時候 跑去做嘴架 來到96塊9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天我跟大家講 我那天晚上他休息 休息的時候 我就看很多的政論節目 你知道嗎 然後包括 反正很多友台的節目啦 就轉轉轉轉 看的時候 我就看到哇 這些節目啊 就包括連政論節目 都在介紹這一檔股票 那我就這個嗨啊 這就嗨啊 當很多人都喜歡說 電視節目去介紹你 現在手上的事故 可是老師不一樣 因為我是一個操盤手 我不喜歡有人介紹我的股票 理由也很簡單 因為當有人在做介紹 當那些大台啊 他們在講這些新聞的時候 那就代表沒有利多了嘛 你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知道了 那誰要幫你去做一個解套 所以當天直接開高上來哦 早上一開就是漲停哦 漲停板的位置就直接又給你刷下來 我告訴你那一刷又是一樣 又是一個十七八左右的幅度 所以呢 如果你每次都是看著新聞去做股票 或者是每次看到大漲才去追 那我覺得你的操作上面一定要調整 因為如果你沒有調整 就很容易遇到這種狀況 當你遇到這種追高的時候啊 那你接下來即使這檔股票還要創新高 結果因為追高的關係 你只能等解套而已 那你想要每次都只是賺一個解套嗎 還是說你想要像我們一樣 我說一檔股票它可以來回做 拉回還有機會再買啊 可是真的拉回的時候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洗完籌碼了 我才下去做布局的動作啊 83.1是我第二次買的 你看哦 一個對的做法 一個會贏的方法 就是說你在加碼的時候 你是賺錢去做加碼的動作 包括我們第一次買67.4 第二次買83.1 那兩次在買的時候 都比我第一次在買的那個位階點上面 還要來的更高 那為什麼我們要再高一點的位置買 因為一檔股票就我剛剛講的啊 就那個波動的時候啊 它的高點是一路的往上墊上來 它不會去跌破前滴嘛 它不會去跌破前滴 那個股票才在代表說 它的籌碼是穩的 所以你對的股票才要去做加碼的動作 代表你的方向是對的 可是呢 大部分的投資人 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對的股票跑很快 但是我錯的股票一直瘋狂的加碼 你去回想一下你的操作是不是這樣 航運股長榮買在200塊錢 一路的往下跌跌跌跌跌跌跌 那你說我往下一直承接一直承接一直承接 真的你有那麼多的錢可以接嗎 你真的有那麼多的錢可以把長榮給買下來嗎 我相信很難啊 即使是王雪紅即使是郭台銘他們也不會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要找到一檔好的股票 你要買對的股票他一定先讓你賺錢 賺錢之後你才可以去做加碼的動作 所以當你的加碼點是對的 後面這一根再來亮燈漲停板 突破101塊錢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賺得更多嘛 所以呢我說亮大高點不是最高點 後面越高上去有沒有 之前的高點突破啦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追價的關係 那拍謝 你倒就算你突破101塊錢 你也只是等解套而已 那你一解套你第一件事情想的 我要趕快賣掉了 好不容易解套快點出來 這是我遇過 非常非常多散戶投資人之後 我得到了一個心態一個結論 所以為什麼大戶他們會賺錢 因為他們就是操弄這些散戶的心態 當你覺得害怕的時候 你想賣股票的時候 你扪心自問一下 是不是真的需要賣 當你在追股票的時候 我們也要反過來去思考啊 這家公司真的那麼好到 你必須要以現在的價格去追他嘛 你必須要以現在的價格去追他嘛 所以當你有在第二層思考的時候 我相信對你的操作上面 絕對有更大的幫助 那我在操作上面 其實我都會想非常的多啦 包括我要怎麼去做加碼 包括我要怎麼去做一個布局 那每一個地方都是細節 那這種細節都是有公式有方法 所以你只要不去做追價 所以就算他漲上來 我告訴大家說 我們都在賺錢了嘛 我們在賺錢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急著想要再去做加碼 很多昨天啊 就有很多的投資朋友在問啊 老師啊就問說 老師啊我現在三幅化賺錢了 他已經漲 他已經漲上來 這麼強 我是不是要趕快去追啊 我說你不要追啊 你真的要買的位置點上面 其實都是在月線的附近啊 包括第一次在買的時候在月線 第二次在買的時候 他也是月線附近嘛 那你要先讓自己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才有辦法賺錢啊 所以股票沒漲 真的都沒有人想買喔 啊等到他漲上來的時候大家才想去追喔 那你一追的時候今天就刷下來啦 今天就跌啦 所以行情的漲跌他都是一時的 重點在於說你的操作接受在哪邊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學起來 你要知道說什麼時機點上面他是安全的 所以呢我說 為什麼我在金流戰法裡面有兩個 第一個叫做量戰比的法則 第二個叫做 所謂的BIS指標嘛 那在BIS指標的運用上面呢 其實我最常運用的就是在台積電 台積電我每次買每次都賺錢 沒有賠過啦 沒有賠過啦 但是我相信 大家講這個台積電 他說台積電很簡單很好做啊 你去想想看喔 現在台積電有多少人是670的 不要說670 620 630也是套一堆了嘛 那你說台積電好做嗎 不好做啊 那你說台積電連台積電都做不贏了 我做的股票做不贏了 那你要做什麼才會贏 所以我常遇到一些投資人他剛入股市的時候 我就說你先把台積電做好 因為就算台積電讓你虧錢 我告訴你他也不會虧太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就算你今天沒有做停損 台積電未來都會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認為他是安全的 那你就把這一檔股票操作好之後 我相信你在後面操作其他的股票 你會更有心得 那我在操作台積電的時候 其實就是運用BIOS指標 這個東西也很簡單 那你看這個BIOS指標的部分 這也是我獨創的喔 量占比的法則 我告訴我說這支高票會買 那接下來呢 我要在什麼時候下去做佈局 這個也是有方法的 首先不要在BIOS指標高檔的時候 來去買股票 一檔股票就我剛剛講的 他是走曲線的模式 他不是走直線的模式 那居然是曲線呢 他就是一個不規則的狀態 但是在這個不規則當中 其實他有一些些規律喔 他有一些些規律喔 那我把這個規律呢 把它統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BIOS指標 這個規律呢就是每一次 股價跟均線直接乖離的空間 乖離的空間 所以BIOS指標就可以幫我去測試 這檔股票乖離的空間有多大 那主力大股票們做股票的時候啊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規則 比如像說這檔股票我要賺20% 對不對 那他就在賺20%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做獲利了結 那我要從這個地方 賺10%賺30% 那我在30%的位置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獲利了結的賣壓 同樣的這檔股票也是一樣 三幅化 我們拿三幅化來做檢視喔 三幅化的BIOS指標 其實大概就在15%左右 15% 所以呢 他每次來到BIOS指標高點 你會發現喔 我向上的空間開始變得有限 可是我回檔的壓力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就不能去追他 你真的要買這檔股票 你也要等到大家忘記他的時候 你再下去做佈局的動作 同樣的 像昨天的時候他也發生同樣的事情啊 當我的規律非常大的時候 他要開始去做一個修正 他要開始去做一個回測 所以呢 你只要不要在BIOS高檔的時候 來去做一個追價的動作 你回來再買嘛 拉回的時候再去做佈局 主力大戶他在這個地方出貨 你就不要去做接刀的動作 等他回來了 大家要忘記他了 又進入到下一個亮縮整理的時候 他自然又會再啟動下一波的漲勢 所以我說三幅畫 我之前買了兩趟都賺錢 我準備要買第三趟 我要再持續加碼去做佈局動作 台積電獨價供應商 你認為這個有幾間啊 有幾個這麼好的機會 可是說實在的啊 你要把你放在一個對的點上面 你才有辦法賺錢啊 所以我第一次買了67塊 第二次買了83塊 其實他我說 他今天就算來到跌停板 就都沒關係 我們都是賺錢的 沒有關係 就是要多少錢的問題 所以我說還有機會加碼 還有第三次可以切入的時機 那你要怎麼切 如果不會切的 我建議你直接跟上腳步來啊 因為這麼強的股票 未來台積電的獨家供應商 錯過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哦 那包括正義的部分也是一樣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規律性存在 只是你有沒有把那個規律性搞懂哦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化學 台積電的相關化學廠 未來的空間都還很大啦 都還很大啦 那包括台積電的設備股也是哦 今天大盤跌破月線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我常跟大家聊就是說 在行情裡面 在股票市場裡面 有一個叫做相對論的一個公司 那什麼叫做相對論 我的大盤很強的時候 我的股票必須漲得比大盤厲害 可是呢 你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因為大家都在漲 所以你挑不到好股票 因為有一些是漲一下就回來 漲一下就回來啊 那真的有大波段的股票是什麼時候 它才會發生 行情大跌的時候 行情跌得越重 甚至跌破月線的時候 有一些個股如果還能夠 撐在月均線之上 那就代表說它強於大盤 所以我用一個例子來舉例嘛 我說一個班級裡面有100個學生 那這個100個學生 你今天發考卷下去對不對 當我這個考卷難度很高 就是非常困難的時候 你還能夠考出好成績的 這個就叫做真正好學生嘛 所以大盤的均線就很像說 這一個班級裡面 大家平均的分數是多少 可是呢 裡面一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那這個比平均還要來得更好的 比如像說這一檔標的 它今天到現在為止 它都還維持在月線之上 那當然就是市場上的好學生啊 那這種股票呢 因為有人在偷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布決的動作 加上它11月份營收 已經比它去年全年都還要來得更多 更加成長了 那機會點當然好啊 基本面沒有問題啊 然後呢籌碼密又開始怎樣 開始有人偷偷在買 有資金在做布局 今天經過利空測試之後 它還維持在月線之上 表現強於大盤 這個我就覺得說 它是未來市場上的焦點啊 它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 所以呢 我們買在低檔 不用擔心啊 就不用害怕啊 包括這個也是啊 現在今天到今天為止 都還是維持在月線之上的股票 這個就是真的強了 它就是真的厲害了 所以這個跳空缺口出來 大量資金來去做布局 量占比從800跳升到130 我說它今年EPS 預估賺7塊錢 股價不到50塊 那這種這麼小的東西 你賣的 每個人在那邊講什麼 講元宇宙啊 今天追宏達電 明天追位數啊 後天再去追威盛有沒有 追到後來你現在全部都套啦 所以我說追股票真的會賺錢嗎 真的低檔可以做布局的 你要好好地把握起來 因為這個股票一旦衝上去了 就很像當年的誰 當年的聲貌 當年的德維一樣 那你在漲上去的時候 當它成為市場上的焦點 你就會追在那個相對高檔的位置 這樣就非常的可惜哦 這樣就非常的可惜 那你一站在錯過 一直在錯過 結果等到每一次都在高檔 才想要去追股票 那怎麼做你都不會贏 再多的錢都不夠你賺啊 所以呢我說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就是要有方法 像這個東西 像這檔股票也是一樣 台積電隱形的嘛 隱形的供應商 土地套 台南的土地非常多 房子建好 明年要開始入障了 這個一旦入障進來 它的EPS是直接跳上去的 它是直接跳上去的 所以你說說 為什麼有人要偷買 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為什麼量占比 可以從800跳升到130 你說這些人是笨蛋嗎 他在低檔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這檔股票未來會漲 那主力的成本區間在哪裡 他花了這麼多的錢 花了幾十億的資金卡在這裡 他沒有看到未來他會這麼笨 他會這麼傻的去做嗎 所以我的技術分析上面是有邏輯的 它是有人性的思考在裡面的 跟你一般來講 怎麼聽到MACD KD指標 RSI那種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我的邏輯 我的想法 我從量的角度來去做出發 用量占比的公式 來去抓到說 未來市場上的資金在哪裡 那這些人他們在買這些標的 一定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理由存在 所以讓我的技術分析 再添加人性下去的時候 你自然可以取得一個 長期穩健的報酬率啊 這是你在其他 老師那邊你所看不到的 因為全部都是我們 我花了10年的時間 研究出來的東西 包括BIOS指標的部分啊 主力為什麼在那個地方 他要去做出貨 當你有BIOS指標 有量占比的公式 你其實可以很清楚很明瞭 那你的每一次的操作 都跟主力一樣 那你不賺錢都難啊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我在買股票 為什麼我可以買在低檔 比如像說 中藤我在買的時候 不到70塊錢啊 但是我為什麼要買他 有我的理由啊 量占比從1000跳到360 每一次大量長紅出來做休息 那休息回來你就是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 不要怕跌啦 真的 有很多的個股回來就是你最好的時機 他今天呢就算他回檔 他還在月薰線之上嘛 所以第一次的佈局在70 第二次的佈局在77啊 那你只要可以把你的佈局點抓好就好了 一檔股票你就可以來回的 一直不斷的 來去把獲利賺出來 這就是我們在操作上面很重要的一個模式 所以行情跌不要害怕 有很多很好的機會 他有很多很好 被低估的 台股當中還有被低估的機會 你要好好的來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啊 把一檔股票做好 從比你那樣一直衝來衝去 搞來搞去 我講實在的 那賺不錢啦 真的 短線的交易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因為短線交易而致富的 如果你是那個人 當然 我也覺得說那很恭喜你啊 你真的有那一份那個天分 你真的很會賭啊 可是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投資人 你們都沒有這樣子的 那種心態 這樣子這麼強的技術 所以呢 找到一個專業的投資者 找到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幫你把資金好好的做規劃 這個才是賺錢的根本 賺錢之道嘛 所以呢 我說你有任何的問題 趁著這個回檔的過程當中 該太落流強的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做 不是代表說 不是說每一檔股票下跌 他都一定是不好 也不是說每一檔股票 他漲了 就一定是好 你要了解他背後的原因 你要知道說主力大戶 他們的想法 這個都是需要專業來去做協助的 所以呢 我是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那 你想要成為一個專業的投資人 那你要了解這個操盤上面 真正的 這種真諦在哪裡 如果你真的搞不懂的 我都歡迎你 直接在這個LINE當中 來跟我們做諮詢 那這個是洪老師個人的LINE 你可以掃兩下QR Code 加入洪老師的LINE 或者是呢 在LINEID當中搜尋 WIN580888 WIN580888 有任何節目上的問題 或者是持股上的問題 我都歡迎你 就直接來跟我們做諮詢哦 那今天的節目為大家進行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渡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聖誕零聲響 禮物三個來 毫力一 幫你出一半 毫力二 開紅盤起酸 毫力三 神秘禮物 蘊打掃固 聖誕溫信禮 錯過等明年 錯占線02 2781-0909 2781-0909 蘊打掃固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欣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聖誕零聲響 禮物三個來 毫力一 幫你出一半 毫力二 開紅盤起酸 毫力三 神秘禮物 蘊打掃固 聖誕溫信禮 錯過等明年 錯占線02 2781-0909 2781-0909 避充電 避充電